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惩重 污毁人亡 后来我们有准备了一些物资 想要送到那里去 我发现整个路上的塞车 很多的人都卷起衣袖 开着一车一车的物资往那边送 看到毁坏的宅舍 还有盖着白布的往生的罹难的人 心里真的是百感交集 可是我们有一位居士 访问到当地的一位黄先生 这位黄先生是在石岗乡 广新村的台语叫做九房厕 高帮厨 这个地方的人 他说我们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九房错了 两百多户人家几乎没有灾情 只有倒了一间猪舍 还有一间破旧的小厨房 除此之外 我们没有任何灾情 所以很好奇 广新村对面就有很严重的灾情 这个地震好像就是跳过广新村 他们就是那么平安无事 所以就跟他进一步的访问 他叫广新村 他叫做九房错 在这个以前他们的祖先从这个大陆来台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生了九个儿子 传言后代 所以顾名九房错了 那个时候他的祖先给他们订了三条祖训 让他们能够得到祖先的福音到现在 拿三条祖训 第一条 孝树父母 第二条 行善积德 第三条 敬神拜佛 他说他们广新村的子孙 九房错的子孙 父以交子 母以传女 把这三条祖训牢记胸中 特别是孝道 孝顺父母这一条 他们甚至是亲族之间 甚至还有比赛行孝的 就是说特别讲究这些行善修德的事情 那这个这位广新村的黄先生讲了 多年来他们广新村没有出过一个地痞流氓 反而出现了很多社会贤达人士 黄先生就说我们村子里出现很多的博士 出现很多的法官 医生等等的人 都是非常的优秀 他说你不要看我这样个子不高 我两个儿子一个电机博士 一个电子博士 我一个女儿在学校教书 我们都是小孩都很有出息 孝道是人世间最强 最伟大 也最吉祥的力量 如果你有孝心 你有孝行 做什么事都容易成功 如果你有不孝 那应该赶快扭转过来